好的我们这边来看一下是ALO对阵RD的第二局上半场 开局是小门出身 然后往大门方向走 大门方向这里两个求生者 一左一右分开 能遇到谁 前锋里面还有个条箱 带的是放狗那抓条箱了 条箱这边提前先把板子下了 我们看他这边的一个信徒是放在了外置位 这样的话你只要是翻出去可能要吃一刀 哎这边狗子的一个时间马上好了 条箱这里 抢一个窗一刀但是香水已经放出来那这边 片是片掉了这瓶香水但是你要打这一刀还是有点难 条箱这边被咬住 那一定是一个放狗开刀 然后他把这个寄生也跟过来寄生这刀打完 得原生再放一只狗啊 感觉这里的女巫的一个 打的一个节奏感 不是很好 因为其实我在我看来刚才就是第一波就直接放狗 原生放狗 这狗子一放的你咬住了以后是原生开的第一刀 开完以后你再 原生放狗配合着信徒来打会更好一点 这边狗子是秒咬 这刀秒咬的还行 苗咬了之后这个条石走不了那还行 这这不能打到就还行 如果打不到条石刚才 穿动什么的走了狗子咬不中了 这把女巫的一个节奏会变得很差 现在寄生上我们看前锋那个位置在哪里 前锋有没有想法来干扰前锋慢慢的靠过来 哎牵起来前锋 没有没有撞没有撞 刚才应该是感觉机会不够 机会不够 还是往稳着来稳着来这边佣兵被通缉到了 而佣兵本身就准备依旧的 有狗可以放狗来咬住这个佣兵打一波双倒或者打一波过半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节奏点 只要能守住因为前锋抓人还算是比较快的两狗直接抓到了这边佣兵交互币 过来咬住还是有机会能救下来我们看这边 是直接打一刀还是选择 哎佣兵这边直接扯啊 我也不跟你谈什么别的事情那女巫这边怎么选择是 即生了以后再追杀还是直接追 直接追那信徒这里不能及时的补充 这边还帮忙下一块板子抽刀下板 我觉得刚才如果说找时间去寄生一下这个佣兵会不会更好一点的 因为现在佣兵把他的遗产机补掉了 节奏慢慢的就被求生者缓下来了 两个点吧刚才第一波其实我觉得如果提前放狗咬佣兵呢也不错 那有机会打就是你在外之后咬住佣兵先打一刀打完一刀以后再来补第二刀呢有机会打双挡 嗯错过了两波时机现在求生者慢慢的把局势稳下来就看他们能不能快速的把信徒削掉了这边是切了个闪现想要来快速击倒 两信徒包这个祭司 祭司在这个位置两块板子 不太好不太好溜啊不太好溜就看这个板子能不能砸了头 抽刀抽中了抽中了之后 选择挂还是这里拉了一手 由于祭司的信徒是那个打掉了这边的祭司啊所以说这边补了一手信徒再牵起来但是总体上来讲是一个换挂 而且外面的调香师 一旦找队友把信徒削掉以后 重新换挂一个再加上前锋有这么大一颗球还是 还是蛮难受的 那求生这边要做的就是最好是把这调香师信徒削掉然后调香跟佣兵两个人互摸一波把血线补一波 佣兵这里是完全没有这个想法继续在开自己的第二台电机 前锋这边 还是比较稳 还是比较稳的 没有直接救 没有打出这个震慑 这边女巫就想闪现打你救人那一刻的震慑 没打到二挂祭司 看看前锋保不保 半血前锋不太敢保 佣兵这边的电机能修掉场面上面全部残血 女巫其实蛮喜欢这种场面的 就是信徒友 对吧 血线残 然后呢你们这边可能还要来还来救人我这边如果说女巫主体能够找到前锋这边寄生一手前锋的话 节奏就慢慢的压得住了 穷者这边没有 没有更多的去把这个局势稳下来 而是着急的开电机 这给了女巫很大一波机会 我觉得当时就这个调香师来说 本身就有信徒的对吧 你要不把这个信徒清掉你再修机就感觉好危险 现在是一个闪现女巫 那一旦cd好了就找你就是一刀 找你就是一刀 这个祭司可能不要了 现在开始消信徒 消完能不能救啊 佣兵可能还想来救一波扛一下什么的 前锋这边找机会想要来修这个最后的大 大房的遗产机 强生那台倒是真的 给他点掉了还差最后一台那边人救下来了 这两个人佣兵能不能折回去补电机 祭司凭借着手上三个洞这边祭司有三个洞 佣兵是重修了一台但是心跳触发中场 祭司这边也在被干扰 要追要追杀这个祭司上挂飞的祭司 这局我感觉两臂打的都非常的拼 两臂打的都非常的拼 一边呢就是 不修血线 然后什么都不管 神线一刀击倒挂起来 电机修不好 那被迫清信徒 这样的话女巫平局起步 前锋那边是已经自摸起来 在修机了吧 果然在修了 诶 这里是 刚刚没注意啊 这边为什么这个祭司 是个什么情况 祭司不是倒地 然后怎么起来了 没注意到 我在看那个前锋电机 因为这个时候电机很紧 那这边先挂飞 先挂飞 刚才 应该是签人的时候信徒突然被消掉了 可能是用的是调阳式的信徒签的 然后 对应该是用调式的信徒签的 然后被消掉了 消掉了以后这边就起来了 那也是差一点点啊 这个失误其实是非常不应该的 因为作为一个 也有可能这位Rose他的一个女巫 并不是他的一个绝活 打的不是特别的多 如果作为一个绝活女巫 老女巫的话 这些问题是不应该出现的 来我们继续看这边 保屏还有一些问题的 因为傭兵这边 差一点点这个门 前锋那边开门 但是信徒没有 只有调香师那边一个 这个信徒是没有闪现的 死罪调香 待会傭兵门开了 可能也有机会能跑地窖 我们看一下这边他怎么选择吧 前锋先走了 调香师这边一个加速 可能也能走 傭兵也走了 三跑 三跑 应该是三跑了 从各种各方面的细节来看 我解说过这么多比赛 确实这把女巫 他在很多细节方面 没有能够打的 顶达到顶尖的水平 所以说还是稍微差了一点点 那么最后被求生者 关键求生者这边打的也是头铁 在半血也不修血线 强行修机 拼到了这一波 然后后面能够完成这样一个三跑 稍事休息看下半场比赛 我们下期的时间 来看下半场比赛 谢谢观看